在大陸上分 節目的專訪 趙少康作囚 要侯友宜向韓國瑜來回一條事例 但是侯友宜他是怎麼回答的 他說包含韓粉在內的支持者 多多批評跟指教 不只是韓粉他也需要照粉 問你要不要道歉 你連個道歉都這麼困難 難怪侯寒同台的時候 你把韓國瑜拉過去 韓國瑜又把椅子就推回去 相較之下 郭台銘大老闆 他的腰桿是更軟Q的 郭台銘五月份的時候 他到高雄 他主動為四年前 總統初選的風波 向韓國瑜鄭重致歉 四年前父親離開 國民黨郭台銘他也道歉了 那偏偏侯友宜真的是一句道歉 都說不出口嗎 而郭台銘昨天他一口氣 他是幫六位 藍營南台灣的小雞來助政 還喊出 中出江歐第一站 在台南的時候 他是這樣講的 那麼今天郭台銘又到屏東 來看石斑的養殖 南部這一些藍營的小雞 奇怪 黨季都不算數了嗎 他們都不會怕嗎 為什麼會紛紛的靠攏郭台銘 這是不是也會起一個示範作用 搞不好有骨牌效應 其他縣市小雞也有樣學樣 那不僅如此 郭台銘他在七八月份的時候 是因為放暑假嗎 還是怎麼樣 他週末行程幾乎是滿檔 723國民黨全代會那一天 郭粉還會在新北的土城 舉辦一個叫做 拜關公庭阿明的活動 擺明是故意要跟侯宜來做較勁 那麼傳出來說國民黨有人在醞釀 7月23號全代會這麼重要的日子要幹嘛 提案換猴 這是要幫侯友宜打選戰的謝龍介他證實的 他說有人蠢蠢欲動 那麼接著我們再來看的是 今天有三份民調出爐 我們先看政國會這份民調撒咖都的情況之下 侯友宜17%還是老三 那細咖都的情況之下 侯友宜郭台銘均分他們都是15% 那你要知道郭台銘他是還沒有正式宣佈參選 那如果他正式宣佈參選之後 侯友宜是不是老三便當不能吃的 要改定四海遊籠呢 那麼另外是有關於黃國昌跟館長陳之翰 在7月16號他要號召民眾上凱道 要訴求有兩個一個是司法正義 另外一個是居住正義 那麼包括是侯友宜柯文哲 接到了邀請函之後 都說他們會支持 而且也會參與遊行 但是我們要來看的是 黃國昌館長還有侯友宜柯文哲 這四個人被網友起底說 哇 不得了啊 他們擁有的身家 有人是建商的女婿 有人是包租公 正好是代表就是居住不正義的那一塊 那他們怎麼好意思來高談闊論居住正義呢 開始今天更多討論之前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作家苦林 苦林大哥 國雅好 大家好 接著來歡迎民進黨立委林楚英 國雅好 大家好 歡迎台灣智庫車輪長王毅川 大家好 左手邊先來介紹 前民進黨新北市議員李昆誠 國雅好 大家晚安 還有網路評人家溫朗東 國雅好 大家好 接著歡迎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李明賢 大家好 我們來看 因為昨天這個友台政論節目 他們專訪的是侯友宜 如果是我們邀請侯友宜 侯友宜可能不會來啦 那我先請教逸川哥 是這樣 在專訪的時候 其實跟侯涵會的同樣一個狀況 就是趙少康他一直希望說 你是不是跟韓粉揮一下 這個其實是一個滿重要的議題 那我們看侯友宜說什麼 趙少康問他 你是不是要跟韓國瑜來致個歉 他就說包含韓粉在內的支持者 可以多多批評指教 然後他就說他也很需要照粉 竟然意思是韓粉不夠大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還要冒出一句照粉 然後其實邱浩康就想要問說 你這邊苦當苦塞 講說什麼可能四年前 做得不夠好的那一塊 那你到底是不是算道歉 他就又接著問 你這樣算不算是跟韓國瑜或韓粉 來表示歉意呢 侯友宜又開始閃 他說我是衷心盼望 我們大家能夠一起面對 如果我做得不夠好 不夠多 請大家多多批評跟多多指教 這樣跟道歉有沒有一樣 現在想要換韓友宜的人 大家都有跟他批評指教 大家也每天在跟他批評指教 問題他沒要聽 他沒要聽 現在是誰要換韓友宜 誰要換韓友宜 不是過分的韓粉兩種人而已 國民黨的其他人要換韓友宜 韓軍宋山路上民眾不習違規 穿越馬路在分隔島上 東檢西檢 全是為了 韓國瑜那天 韓友宜在演講的時候 從頭到尾 韓國瑜在演講 整頭到尾都沒說到韓友宜了 都沒說到韓友宜了 因為他那天去防護生聚會的時候 他就看韓友宜坐在那裡 叫他在那裡用來用去 他也知道說韓友宜的態度是什麼 所以他沒要插咪 沒要插咪好 現在跟韓友宜在講的時候 韓友宜說上次選舉 這個韓國瑜身心俱疲 我們都要檢討 是誰要檢討 你現在是說韓國瑜選了不好 韓國瑜你要自己要檢討 之後 有所有媒體叫一支媒體說 叫做韓友宜有跟韓國瑜道歉 其他都沒人做 所以我們就很懷疑說 所以那天韓友宜有跟韓國瑜道歉嗎 像我們這節目 他來我們說 奇怪 你剛有道歉嗎 他說那一天我們都有表達 表達什麼 一句抱歉你就說不行 你給韓友宜 韓國瑜說好 這個兄弟我願意 但是他不願意 從頭到尾都不願意 所以他去上邵康戰情室的時候 邵康又給他一次機會 說你有沒有要道歉 他說什麼 他說我需要韓粉 我也需要兆粉 你有事嗎 你有事嗎 你說兆粉不必了吧 你的意思就是說我要跟很多人 要跟小子我是很多人 我不是針對韓粉 所以韓粉你都聽下去 你都切心媽媽 他很多韓粉 大家想說好 還有韓友宜一天機會 整個邵康戰情室多少人看 韓粉 郭文大家都在看 等韓友宜 你跟我們韓市長說一件事 韓友宜 不敢說就是不敢說 不可能說 為什麼 因為他的心裡面 因為說我是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要嘛你就把我換掉 我為什麼要去跟韓國瑜道歉 而且我們事務裡頭 就是有人主張 不能叫韓國瑜交會 因為韓粉不理性 韓粉都怎麼樣 我們要走中間路線 怎麼會可以去支持韓粉 聽韓粉的話 不可能 所以現在 侯友宜的態度很清楚 你如果說我們跟幕後亂講 那都另外一位的時候 那是邵康戰情室給他機會 給他講 其實他只要那一點 所以我早就看 邵康戰情室 我剛剛那個製作檔案也很可憐 你知道嗎 那個人家庭不知道要家庭多久 因為永遠撿不斷侯友宜 撿不到侯友宜跟韓國瑜道歉的那一幕 或者是侯友宜有態度要表現給 郭台銘看說 郭董 我的電話真的腳不腳 你不怎麼樣怎麼樣 怎樣怎樣 我跟你講 侯友宜做過刑警 大家腦袋裡頭 你要記得侯友宜當過刑警 當過刑警 刑警最容易處理 人跟人的關係 那個叫那個好 那個背景怎麼樣 他叫他不好 地方這個叫這個好 這個侯友宜很熟悉 要找到郭台銘 要找到韓國瑜 要叫他們講話 什麼人有辦法講到話 什麼人有辦法叫他講到心內話 什麼時間點用什麼語言 用什麼樣的文字 可以講到話 侯友宜很清楚 只是侯友宜到現在 還是不願意做 這個解沒有解開 侯友宜你的民調 永遠都在15的上下排毀 可是高下立判 郭台銘是怎麼樣 郭董 大家都覺得要大老闆 身段應該也是會自己有一個 自己的排場 可是沒有 他對國民黨改毀毀毀毀毀毀 他對韓國瑜改毀毀毀毀毀毀 而且他沒有扭扭捏捏 他就直接講 在公開場合講 不只在臉書上寫 他是可以做到這個樣子的 那時候侯友宜都不跟人家道歉嗎 也不是 來 我請教苦林大哥 他最近其實才道過一次歉 真的嗎 來 台南的這個 說我們沒有眼睛 對啊 我台南人 我們兩個台南人 沒有眼睛 我們眼睛很大禮 對 他為台南人沒有眼睛 隔天就道歉了 可是這個這麼重要 韓國瑜 韓粉這麼多 你看黃副興擋部那一天 那個氣氛 他就知道 結果他這樣帝氣 你們不要再逼他了 你們老是逼他要找郭台銘 老是逼他要找韓國瑜 找他來同台 找他來道歉 找他來造勢 那天不就看到結果了嗎 韓國瑜進來 韓總統好 韓國瑜選總統救台灣 你今天想想看 如果何友宜真的跟郭台銘道歉了 跟韓國瑜道歉了 然後到時候 再來一場造勢大會 什麼出征大會 然後韓國瑜站起來 底下全部喊 韓總統好 韓國瑜選總統好 或者是郭總統好 郭台銘選總統 那何友宜還有戲唱嗎 所以他不能找他們來 不是 我是說不一定要這樣子 但是你起碼要有一個過場 你看那一些韓粉 郭台銘這樣之後 也不一定要 就是說在大家場面之下 可是他就會覺得 心裡面得到安慰 我們都 他當刑警 有這種罪犯的人格撤協 我們也來對侯友宜做一下 人格撤協 他第一個特色他是警察 警察的優點他很多 紀律就是警察優點 可是這也是他的缺點 我這一生去演講 我去演講一定很好笑的 但是我去演講 最大的挫敗就是去警察學校演講 不管再好笑 他們從頭到尾都不敢笑 做得直直的 我警察很痛 很拘謹是不是 對 非常的拘謹 非常的死板 所以你看韓國瑜對很多事情 他非常的死板固執 怎麼轉都轉 叫你道歉 道歉 頭都把他壓下去 還硬生脫 好像被刑球一樣 就是這個 然後對 然後第二位他就非常 因為他很專業 沒有說 對警察而言他很專業 可是其他的方面他就非常的狹窄 他到台大的時候 已經第二次了 還在說關稅壁壘分明 我真的沒聽說 關稅壁壘就是關稅障礙 還沒有分明好不好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警察很講義氣 因為警察跟流氓一樣 都是拜關公的 所以他一定要拉幫結派 你看我的衛生局 教育局 怎麼樣我都要討伏自己人 因為這是我的兄弟 這是我的人 這是他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他是做一個官員 他長期做一個官員 他這個官員 因為他這官員做得太順利了 所以他就非常的輕忽 才會有這一次 處理幼兒園事件搞成這個樣子 如果你第一次就像戲劇幼兒園 那樣處理的話 根本就沒有這個事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他新北市兩次都大勝 所以他非常的致滿 他覺得大城市小國家 他覺得我都可以選贏新北市 我怎麼可能不選贏中華民國 不選贏台灣 你說致滿我該打斷一下 我沒有看過有人這樣講的 他講說什麼 就是在政論節目專訪的時候 他講說 我民調高的時候 我也沒有驕傲過 你現在老三已經吃到17% 快到15% 你現在在講說 我民調高的時候 我也沒有驕傲過 這個有一個孫子回來 爺爺說 孫子你今天上學 今天考試考得怎麼樣 我第三名 爺爺說好啊 第三名很好 爺爺買爺爺老糊塗忘了問說 幾個人 班上幾個人 只有三個人 表達有四個 還有一個沒有來考 郭台銘沒有出現以前 他都可以 還沒有入學 還沒入學 所以他做這個官員 他就是仗著這一批人 所以他有一個排外的小圈圈 他為什麼一直跟黨中央整合不好 近半跟夥伴又整合不好 就是他一直想帶著這群人機潛升天 你們最好都不要挖過來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 這是他的心態 然後還有一個心態老實講 有人說他這有力他是本省人 他基層出身 他不是權貴 他可能比較沒有水準 可是就對孫男來講 就是反正你不是自己人 那這種不是自己人 他本來想說 我不是你們這些人 我甚至是可以 好像讓人感覺一個 好像台灣國民黨的代表 好像我是可以走中間路線 我可以拉到潛力的票這樣 但是當他發現一切都改變了 都不行的時候 當他老三老三八連敗九連敗 棒球只有九局而已 你打到九局了還不換頭手 你還在連敗 這個時候他就挫折感就起來了 因為他的自卑感 這些真的不如人家 然後我的挫折感 挫折感產生之後 他就乖了 所以金曉刀出來就是 金曉刀就是唐山杖 出來就是對付力機架 孔三 孫悟空 我就緊箍咒一個一個把你帶上 所以你看核電把你帶上 這不是你狼入反處反對的嗎 福茂把你帶上 不是你都不表態的嗎 九二共識把你帶上 你死針扎 活針扎 我們在節目裡就講過 搶救侯國大兵 明天不要再說我沒有救他了 我就說九二共識就是中華民國 這就是搶救侯友宜的第二招 你看是不是做了 然後連兵役都說 好 我們如果兩岸穩定之後 我們兵役就改回四年 四個月 四個月 你就跟老公說我當選了 老公說飛機都不要來 大概一個月沒來 好 我們兵役恢復四個月 老公再打過來 這不是賣台 這簡直是把台灣直接送給人家 所以對惠惟來講 他已經完全的屈服了 因為他覺得好像 他只剩下深藍的票 問題深藍的票 還要給郭台銘跟侯友宜 所以他真的沒有票你知道嗎 他到處看拔劍事故心忙忙 然後發現劍也不在自己的劍竅裡面 所以我覺得他當初 所想像的那一套東西 已經全部消失了 他現在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我還是要想辦法維持我的顏面 我還要忍住 我還要Hold住 我不要太丟臉 我不要示弱 可是這樣子的情形下 你如果不示弱 就郝龍斌都看不下去 郝龍斌說 政治人物就是要做到最小 好不好 猴大 你很小好不好 猴小小 如果你哪天叫自己猴小小你就會變大了 來我請教明賢哥 就是說當郭台銘 他昨天你看那個行程 台南高雄一口氣掃六個 還有一個是外面撿回來的 因為立委沒有過關 可是他總共是跟七個國民黨的人見面 現在侯友宜的姿態 他有想我就聯繫不上 一邊是要跟韓國瑜道歉 另外一邊是要跟郭台銘揮一下 顯然這兩邊都沒有達到 你們預期應該要有的嗎 你不是說候選人的腰桿是要最軟的嗎 看到電線桿都要鞠躬嗎 他就沒有 他沒有要這樣做 我覺得包括連一個道歉 都道歉得不甘不甩 上次大選讓韓國瑜身心俱疲 我們會反省 身心俱疲你摻一腳 就是因為你其實是 某種程度是罪魁禍首 你覺得他有放在心上嗎 我先說 像康林老師說的 郭友宜沒票 我們每天在討論這個沒票 是要創什麼 討論有票 今天開始我們期間全部都翻掉 我們開始來討論愛情德 我們要救你們 救嗎 不用 讓我們自生自滅好了 郭友宜沒有 每天說沒票 每天在那裡賣的 沒票 我也怪怪這樣 第一個我覺得是這樣 民調 先把老三打掉再說 民調調到第三 當然很多值得檢討 你就同樣你輸球 你輸球的人打棒球輸掉的人 所有包括你的戰術球員 教練全部都有錯 當然該檢討了很多 一定要檢討這是事實 所以很多包括昨天 侯市長接受專訪 包括講核能政策 包括講兩岸 包括講兵議 講國防 這都是國民黨過去的主張 沒有啦 你現在跳太快 你已經跳到政策面 我是講的是態度面 態度面 態度的這個部分 我先講啦 因為今天拜禮嘛 對 馬仔國民黨拜三要開中討論 我今天討論 我雖然不作記者 我會去稍微採訪一下 好新聞 我真的有時候 我內幕就是這樣 這股政策 現在有辦法打電話 是會卡 確實我聽到是 我們講有一些中常委 包括有一些南部 中南部的派系 今天又在台北集結了 他們明天中常委又要提案 就說又要換猴 可是什麼時候了還在換猴 這想法不就跟苦林老師一樣的嗎 可是你們不是講還很久嗎 還有六七個月嗎 就說這些人想法 為什麼他們會有動作 那這些人怎麼去做整合 他們代表郭董一個勢力 所以對侯友宜來講 除了政策要恢復 像一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政策 為什麼 需要整合要做到 整合就兩塊 第一個如何整合黨內 當然有兩大勢力 現在沒有整合的韓國瑜 另外一個就是郭台銘 那對韓國瑜來講 當然我覺得講身心俱疲 很奇怪 沒有必要去講身心俱疲 你不跟他 你跟他愛沙子 不管怎麼樣 其實會很好撲牌 四年前國民黨輸議 所有從韓國瑜沒有當選 所有從政黨員都有責任 敗選所有人的責任都有扛 對侯友宜來講 他當然有責任 補選司令我做不夠 抱歉 我四年做不夠 我跟韓市長跟國民黨所有人 包括韓粉跟我們回事 我四年做不夠 我今年繼承起來 我一次把他補足 韓國瑜沒有做到的 你說得很漂亮 他怎麼會說不出口 有時候慢慢改過來 我覺得身心俱疲那種話不用講 你是接住不到他嗎 你接住得到他嗎 為什麼你不能告 我覺得你在這裡講的 每次都是真的真心對侯友宜好 為什麼他都不聽 你看我真心 我不會像你看 我也是真心 我也是真心希望他好 你的心是爹地那裡 我有跟益川討論過 不曉得他那麼不耐打 一下打得太弱 不行 你要把他補 沒有啦 現在民調第三個不對 現在是比較浪費 不是 怎麼知道要投票 還有六七五個月 所以整合韓國瑜是一塊 那我要第一個政策很重要 他要變成過去 為什麼黨內對他有所質疑 韓粉對他有所質疑 郭台銘對他有所質疑 因為過去他們包括韓粉 包括郭台銘會認為說 侯友宜不像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包括兩岸政策 核能政策 還有包括主張不像國民黨的 第二個他們又認為說 你現在民調不高 勝算不高 所以包括郭台銘他們認為說 彼可取何代之 我敢取代我勝算更高 所以我同意 侯友宜要自己證明說 韓民調能贏 然後就有辦法去整合郭台銘 整合韓國瑜 最關鍵還是民調要起來 這當然 那至於說整合的部分 我認為他包括所有的口才 還有講法 當然態度 有一些該調整該修正的 還要做的還是很多 講身心俱疲 很像我回家說 老婆你上班 又在做家事累得要命 大家都要檢查 你給我給我給我 我先請教昆辰議員 因為你看這整個局勢 剛剛明賢哥講了一個很重要 不能兩句就給他混過去了 他說中常會 又有人醞釀又要換喉 我是不知道明天會不會真的提出來 因為搞每個周三可能都是 我現在就在消毒 我後來他們 這樣嗎 你覺得有這個喉嚨嗎 因為郭董下禮拜要出國 建光寺是不是 你要讓他建光寺 郭董要出國有一些中常委 當然就不要說基於表公 至少要交代 到底 處女人是一直換她 有一些提法案 到底提真的還提假的 只是虛晃一招還是真的提 因為媒體有報導說 有過半中常委要連署 我問一下 你是存疑是不是 沒有過半 沒有 他現在是要讓他見光寺 你要知道 今天我們節目也是收視率很高的 等一下出去之後標題一上 馬上 可能電話就去了是不是 他沒有點名是誰 但是因為他跑星期 我也跑星期 我也有跑 他講到這個我知道上個禮拜的時候 大概禮拜五 禮拜六的時候 確實是有一群國民黨的中常委 是在南部見面 是吧 在南部 然後他們是今天在台北見面 對 合乎 長小三一房一廳 一位稀有事出賣498萬 那他們就有先聊過了 那所以說加上我們兩個的 那這個消息出來 你郭董下禮 你如果是有在看電視 是在金普通 我在看電視 趕快處理 現在要快來動 真的要處理 朱立倫也要先看一下 所以其實明顯真的是用心良品 那他訴諸就兩塊 那是有認真女後 那顯然他可能沒有辦法 直接跟侯那邊接上線 如果接上線 或是說諸那邊接上線 你也可以私底下跨 你不是在電視頭前 當然救火隊友去幫忙滅火 你都知道朱立倫知不知道 這種事情怎麼不知道 朱立倫知道 我已經末端神經 所以朱立倫也知道 然後水飲秘書長也知道 然後侯友怡也應該知道對不對 然後金普通也應該知道 那應該就要去處理 那不用說明顯今天 還要透過這個我們的節目 然後去跟國民黨中常委 說講說明天 我先講出來了 所以見光審明天就不要再提了 原來新台灣加油 是明顯跟侯友怡 溝通過這個平台 所以說今天是問題就出在侯友怡 侯友怡如果他今天民調不是第三 他今天民調如果是第二的話 根本就不會人家要換侯 所以說表示說 侯友怡在國民黨中常委這一部分 就是過去在支持郭台銘的這一部分 他完全都沒有處理 剛剛大家都提到說 為什麼侯友怡他沒有辦法 好好跟韓國瑜道歉 其實我們看郭台銘 他怎麼跟韓國瑜道歉 他其實就很鄭重 他就跟韓國瑜道歉 說我跟我的團隊四年前 如果對你在言辭上面有所得罪 我鄭重跟你道歉 他就鄭重道歉 然後講得很清楚 那韓國瑜就馬上就回 他就說什麼來扯隔追 團結奮鬥 記取教訓 共創勝利 所以一個人講道歉了 然後郭台銘講道歉了 然後韓國瑜就講說 講那些話 表示說有個回應 這個表示說 大家以後就不會再提說 郭台銘到底有沒有跟韓國瑜道歉 不會 因為韓國瑜真的有 郭台銘真的有毀過韓國瑜 表示這件事情已經講過了 可是到現在大家還是在講說 侯友怡你為什麼不跟韓國瑜道個歉 你為什麼要講什麼身心俱疲 那如果有做不對的地方 大家都要檢討 那如果有做不對的地方 我也要檢討 那所以你要檢討的地方 真的很多 不是 我補充一下 因為大家聽完會覺得 那到底他做錯了什麼 我幫大家再回憶一下 做錯什麼 我們昨天有念半邊 就是說拒接進選總部主委 包括全代會也沒去 我們今天來進行這半邊 我們看李嘉芬在新北助選 其實已經快越來越接近選舉了 10月6號 可是被問到 這個侯友也被問到說 李嘉芬就在新北 然後他說我不清楚 我行程滿檔 我們應該碰不到 然後再來看已經12月8號了 侯涵終於有一起出現了 侯友怡喊不出韓國瑜動算 你既然喊不出韓國瑜動算 我當然也喊不出侯友怡動算 對啊 因為他又拒絕接韓國瑜 在新北市黨部的主委 所以這韓國瑜他就會記在心上 剛才貴友提到說 有一些不管是韓國瑜 或是說他們團隊在新北的活動 其實如果侯友要參加的話很近 他的車子一到就很近 我還記得有一次就在我們 大台北都會公園那邊辦一個活動 那來了幾萬人 這應該是有史以來 在那個地方辦活動最多人 在塞爆 然後侯友有沒有去 侯友也沒去 隔天我還講說 市長你看韓國瑜在那辦活動 韓粉出征寸草不生 把我們的草皮都弄壞了 你要怎麼 要罰錢 他說馬上罰 對啊 所以他很阿沙利 他對於處罰韓國瑜 他就很阿沙利 所以今天這個韓國瑜 今天這樣子對待侯友宜 我覺得侯友宜自己要先想 就是說為什麼今天韓國瑜 這樣子要對待他 把這個椅子拉開 人家說什麼 這個侯友宜 然後拉 拉韓國瑜 對 侯友宜 侯友宜拉韓國瑜 這個就是說表現在他的心態上面 所以今天侯友宜他真的要必須要把 韓國瑜這一塊 韓國瑜或是韓國瑜粉這一塊 要把他拉住 那昨天其實在友台 已經給他很多次機會 照邵康講說 你就好好倒一次欠 或是說好好跟韓粉講幾句話 其實侯友宜都沒有 按照侯友宜的個性 他是真的很不屑韓國瑜 其實我們那時候當議員 他當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正在總統大選 他其實是很不屑韓國瑜 他說這個人也要這樣算總統 類似這一種口吻 沒有這麼說 對 類似這種口吻 他讀出了他的心聲 對 類似這種口吻 就是說這種人也要來選總統 所以不是有一支影片就是說 笑死人 選什麼總統 何況做起床 大概就是這個口吻 那所以今天 今天我覺得侯友宜還有門心自問 他當初是怎麼去對韓國瑜 所以韓國瑜今天會怎麼對他 那一樣對郭台銘也是 那友台主持人一直問他 那就是說那你到底有沒有 這個問到郭台銘 那他也是講說 試了很多方法 然後也找很多機會 可是就是弄不到郭台銘 其實如果你真的有心 要去找郭台銘的話 也不是找不到 你們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共同的這一些民意代表 都可以去找郭台銘 那為什麼到現在都找不到 那表示說 我認為是侯友宜的個性 然後侯友宜的個性 就說反正我現在被國民黨提名 那現在7月13日到之前 你只要不要把我換掉 我就是正式的國民黨提名的 總統候選人 那你們能奈我如何 他的個性是不會去像 這個郭台銘或是像 這個韓國瑜低頭的 以前就很緊張 他就覺得說我就是老大 我不會像惡事例低頭的 所以他現在也不會像 這兩位惡事例低頭 我再補充一個 因為最近侯友宜一直在講說 重啟核四之前有講 現在又變成核一了 核一是已經除疫的 竟然又講到這個事情 其實韓國瑜當時也有打核能議題 韓國瑜講說我們要重啟核四 結果侯友宜在那個時代 2019年的時候 他說什麼 重啟核四就是假議題 沒有能力處理核廢料 你就沒有資格使用電 他用這個東西來電 韓國瑜 那褚英委員我請教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看郭台銘來勢洶洶 而且我覺得其實 過了這村沒有那店 錯過黃金時機了 如果說現在真的兩個人接上線 然後你也看到 也很誠心誠意 不管是90度鞠躬 或是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跟郭台銘先揮一下 我就沒機會了 因為他已經 他飽刀出鞘了 他已經開始尋 就是很多的場子 國民黨的這些小雞們 當然也是非常緊張 怎麼辦 我們這個落到第三名 那他要怎麼把我們支撐起來 我們現在是小雞要救母雞對不對 扛不動我們要救他 可是你看 他先去台南跟王家鎮 然後到高雄 前前後後幾個人 有六個選將 顯然這些選將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算某種程度 是過我大便 反正我這邊自己的母雞這麼弱 所以他們也沒有拒絕 那我是不知道他們那個黨機 到底到了什麼程度 因為說一個媒體的下標 叫柯文哲條款 那郭台銘他是還沒有說 他正式參選 可是他也是一種打擦邊球 重點是你這些小雞們 你們有拒絕郭台銘嗎 沒有啊 感覺上還非常的歡迎 當然啊 因為總統如果是選到 那也是侯友宜的 不過你立委 你如果是候選人落選 那就是落選就是沒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覺得都是大難零頭各自非 而且我覺得 從剛剛大家的討論跟發言之中 就會發現說侯友宜 你現在就像是一對 感情決裂 面臨就是分手 女朋友已經要離開你了 如果說你就是在電視上 放話如果說你有私底下 真的認真去把女朋友找回來 好好的勸人家回心轉意 不論是郭台銘還是侯友宜 郭台銘或者是這個韓國瑜 都OK 但是你現在都是透過電視上 而且在電視上說什麼 我有聯絡 比如說他就講說 這個郭台銘我有聯絡 可是都聯絡不上 但是我們都是敗關公的 也都是警察子弟 我覺得這個就很像是 那種要分手 但是也不講清楚 到底是你要把他追回來 還是不想追回來 完全就在電視上做情緒勒索的 這種渣男行徑 你知道嗎 如果今天你真的覺得 這個女朋友你不要了 就像郭粉的票你不要了 韓粉的票你也不要了 那你就開大門走大路 就講說那不用 我自己好好的走我自己的路 但偏偏你現在又是老三 那在電視上一直不斷的講說 其實我也是很想聯絡你 但是聯絡不上 但大家都知道 你一個說實話你是國民黨提名的人 你就算自己聯絡不上 一定有很多人幫你聯絡 但是就是在私底下聯絡的時候 你該講的道歉沒有講 你該做的這個面子 沒有讓人家覺得爽快 所以到檯面上的時候 大家就不想要幫你 那我必須要講 其實郭台銘這一路走來 他有學到這個所謂 失敗為成功之母的教訓 因為他上一次面對國民黨 就把他耍了一圈之後 面對韓國瑜 所以他知道說以退為進 該道歉的他做足了 然後該擺出的陣仗 該擺出的氣勢 還有他那個大氣 就是說好我現在 我沒有講我要參選 但是我的永齡基金會 絕對會是所有國民黨 候選人的後盾 所以我可以當國民黨之友 又或者是我回到國民黨之後 我可以成為國民黨候選人之友 所以大家當然趕快靠過來 因為畢竟以民調來講 郭台銘現在是有支持度的 那比你這個侯友宜還要高 他當然要來 那我覺得侯友宜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之前我看過一個笑話是說 金普聰來了之後 是把他的腦袋切開 就是把過去只會講 呵呵做事 這個金小刀是手術刀 現在把呵呵做事 那一塊切掉 現在植入的是另外的四個字 比如重啟合一 九二共識 或是這個 支持服貿 這種四個字的 但是他目前還沒有被植入 一篇好的道歉稿 比如說像明顯寫得這麼好 對不對 所以他還沒有被植入 所以他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因為其實也有另外的消息指出 金普聰來了之後 現在對於整個他們的競選團隊 到底是要維繫過去 侯友宜這個打順風球的班底 因為你要知道 就像剛剛侯友宜他講的 我明天高的時候 我也沒有驕傲 我也必須說侯友宜 他一路以來 現在大概是他人生從政的最低潮 因為過去選舉 不論是2020年的總統大選 他就是打死不去幫 侯友宜不去幫韓國瑜站台 又或者是說2021的公投 他也沒事 一路上就往前挺進 一直甚至於到恩恩案 其實那時候大家多方的討論 但最後他也沒事 但是現在 他完全已經來到一個逆風 但是他不知道 怎麼樣去背那個逆風的稿子 我只是在想 因為對侯友宜來講 他的腦袋可能一次 只能植入一種晶片 他無法像一支雙插卡的手機 插兩卡 目前這一卡先插到四個字的政策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那幾個四個字的政策 至於道歉那個卡 還沒有插下去 要等到下一個階段 搞不好郭台銘說我要出來了 又或者是說 太晚了吧 郭台銘要出來 你現在才要動作 這太晚了 你要知道換晶片有一些機器 不是一次就可以雙插卡 你要打掉重鍊不行 你看他 當初十三個立委名字 不跟他講了 他現在說要支持七十三個立委 如果郭台銘支持了七十三個立委 全部當選的話 立法院就過半了 郭台銘才是立法院長 南韓最大公會組織 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 所以現在先讓他把這四個字的政策 晶片先唸完 然後也許下一次換新的 插卡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好好道歉給大家看 郭粉也會開心 韓粉也會開心 然後大家都開心 我跟你說怎麼不合 因為郭董後援會 郭粉們已經在集結 而且他們說 國際放在柯文哲那裡的支持度 還回來 你們要回家了 郭粉回家了 這邊是郭粉後 也就是郭董後援會 七八月週末的活動出爐 七月八號禮拜六的時候 郭台銘高雄後援會正式成立 十六號拜關公的 這個是在雲林場 七二三在土城場 然後八月一號在新竹場 八月上旬還有南投場 八月中旬他們的 阿明資友會總會要正式成立 今天郭董在幹嘛 他鄉鄉鄉在高雄 見過非常多人之後 卡一座電話 電論啦 電論啦 他長啊 然後做電話說 這麼晚 你要帶冰冬 好 我來幫你安排 其實也是人滿好的 火線救援 幫他安排了一場 今天說要一起看 石斑魚的養殖 那再看郭台銘的臉書文 明月照大江 壯志在我心 而且我覺得他真的是 非常細膩喔 我們一般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李明璇我們會去認 王家貞 陳美雅 黃紹婷 他幫他上誌了 幫他上誌 哪一區的候選 第八選區李明璇 不是李明璇 不要嚇到 我沒有選擇 嚇一下 然後台南第五選區 是王家貞 他還幫他上誌 那我請教朗東 你會怎麼看 郭董在想什麼 對 現在柯文哲跟侯友宜 他們就被郭董老虎軍隊 像老虎一樣在那邊一直追 趁誰能跑最後一名的話 就會被郭台銘給吃掉 這老虎就會把他吃掉 可是侯友宜就很奇怪 他還活在夢裡面 還在那邊去講說什麼 我民調高的時候 我也沒有很驕傲 就表示他夢還沒醒 他就說現在他破產之後 然後就開始在打運動 我以前也有錢 我以前有錢的時候 我也是很謙虛的 你想這個沒有意義 你現在已經破產了 你已經被老虎追上 要被吃掉了 那後遺的問題 其實趙肇康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為什麼 因為郭台銘他來勢洶洶 他昨天發那篇文 之後我一看整個嚇到 認真去數 到底有幾個 藍營的立委 數一數就六位 其中一位沒有被徵召 所以就不算了 沒有被提名 對 就五個高雄 一個台南 這只是南部的一個起手室 接下來中部地區 北部地區 會有非常多的這些藍營小機 去比照辦理 而且郭台銘他7月中的這個時候 還要去美國 據說會見到外交大佬 季辛吉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跟侯友宜 在對比 侯友宜還在那邊 這個學世智爭也 什麼九二共識 重啟合一的時候 郭台銘已經在美國 見到外交部的大佬 那在藍營群眾心中 一對比之下 差異非常大 所以誰能夠治得了 郭台銘肯定不是柯文哲 因為他們粉絲重疊 大概7%多 8%左右 能夠治得他只有一個人 就是韓國瑜 韓國瑜真的非常重要 趙少康就是看到這一點 才要叫侯友宜 趕快去跟韓國瑜道歉 侯友宜要道歉就很簡單 他就講說我過去真的很自私 為了自己的市長 就忘記了去 辜負了我的同志韓國瑜 我則無旁貸 要誠心道歉 這樣講講這一段 大家也都能夠接受 畢竟他為了市長 他市長也連任 也幫國民黨拿下了新北市了 其實你一定要怪他 也不是道理 但是他就不肯道歉 東躲西躲 移韓國瑜椅子還什麼的 為什麼說韓國瑜可以治郭台銘 因為郭台銘當初 就是有扯韓國瑜後腿 所以如果是韓國瑜出來說 請郭董不要再扯第二次後腿 那個殺傷力很強 韓國瑜如果願意幫我一站台 然後說請郭董這一次手下留情 不要再做這件事 那個韓粉全部都會想起 當初怎麼被郭台銘 被他旁邊的高鴻安 這些人去扯後腿這個事情 那就不會再把票留給郭董 所以這為什麼要跟韓國瑜道歉很重要 也是為什麼朱立倫要丟出韓濱這個題目 說要找韓濱去選立委 就是說韓濱去選中正萬華 韓國瑜一定會去站台 韓國瑜站台的時候侯友宜去 你總不成就不准侯友宜去 所以他們就這樣就可以破兵 這是朱立倫算盤 可是對韓國瑜來講 這個籌碼太小了 你叫我女兒去選一個 三喀都的選戰 也不是很好選 然後那邊有很多地方上面 有很多的意見 所以其實我覺得朱立倫 如果真的是真心為後瑜好的話 就把韓國瑜列到不分區第一名 說到時候如果在立法院裡面 藍白過半 立法院長就是韓國瑜 韓粉一定就非常嗨 韓國瑜不管他接不接受 這到心裡面覺得 我的地位提升了 被重視了 我是國民黨裡面的一個大咖了 這個時候的話 他去跟後瑜化解 就是很有機會 可是後瑜或是朱立倫 都沒有這個動機去化解這個結的時候 當韓國瑜他的韓粉 沒有對何友宜完全的心悅臣服跟接受 何友宜在丟什麼政策面那些事情 效益都很小 因為就覺得你前面的粉絲面 人格面就已經沒了 你要論口才 論反應 輸給郭台銘跟柯文哲 然後你要論原本的支持者 這些群眾的話 韓國瑜的這個粉絲 郭董的粉絲 柯文哲的粉絲都很穩固 所以說接下來如果侯友宜 他還不願意滴下頭 去跟韓國瑜有一個非常正式的道歉 而且要把很多政治權力 包含禁辦裡面重要位置 讓給韓家軍的話 其實侯友宜這一場的話 已經注定是被老虎吃掉那個 就是老是注定要出局了 各位 讓我做一下城市行銷 這個禮拜六歡迎大家來高雄玩 尤其是郭粉們 全國第一個郭台銘後援會 會在高雄成立 順便大家玩一玩 我們柏赫特區大港橋都很好玩 那這個雖然我不是記者出身 我們也是有一點這個新聞的訊息 這個郭董的原意不是這樣寫的 明月照大江壯志在我心 他原來是寫明月照大江重任我來扛 你幫他翻譯是不是 不是這樣才有押韻 這是那個公關公司 我不能透露消息的來源 所以郭台銘這個後援會很好玩 他們他這些現在發言人是什麼 是當初罷免黃解失敗的那些人 對對這些 好特別的成員喔 然後他們是自動自發成立的 號稱中華民國派 他們說禮拜六 郭董來我們支持他 郭董就算不來我們也支持他 這個完全就讓我想起 當年袁世凱要稱皇帝的時候 那些酬安慰的事 我們就是支持他不當我們也要他當 他當我們也要他當 郭台銘這一招很厲害 郭台銘現在他的看板 已經不斷的跟這個國民黨的 立委候選人掛起來了 據說他其實已經在發動連署了 但是不是連署總統副總統 是連署支持他的和平宣言 你如果肯簽他的和平宣言 就是潛在支持者啊 對 然後我就跟你掛看板 我就支援你經費 我就來幫你站台 支援經費喔 看板的字都寫出來了 為台為民台灣和平 所以這個郭台銘我跟你講 這個你看他當初十三個立委 名字不跟他講了嗎 他現在說要支持七十三個立委 如果郭台銘支持了七十三個立委 全部當選的話 立法院就過半了 郭台銘才是立法院長好不好 老闆東你不要再講 什麼韓國瑜 兩兵要搶了喔 但是我請教明賢哥 剛剛其實我覺得朗東內 有一段其實是很合理的 就是如果你可以跟韓國瑜 好好修補的話 然後韓國瑜還幫你講說 郭台銘不是 郭台銘不要在那邊扯後腿了 四年前已經一次了 四年後你還要重演這樣子嗎 這個其實滿有力道的 其實我剛才那個邏輯 我有人敢不在做邏輯 我覺得今天很多人都在那邊看 大家都希望國民黨分裂得 越理越好 沒有 我說要 這個侯友宜跟韓國瑜 要和解這件事情 就是你要至少要和解一個 是真心 我是真心呵護侯友宜 這裡現場說有人真心的話 老講我也覺得 有點冷… 冷氣關小一點 要怎麼去做整合 當然不分區是一個思考 你說剛剛我就說 沒有 我請教你 因為整合還是要看當事人對不對 可是就時間序上面 因為金普聰是上個禮拜出來的 當金普聰出來之後 你覺得你們會給他的一個 蜜月期觀察期會是多久 鄭立文的說法是說 保鮮期就一個月 一個月過後 如果真的沒有起色的話 那不好意思 我們國民黨也不會再等了 知道不是一個民調的公報嗎 就是說侯友宜還是十幾 十七 十七嘛 今天的正國會是十七 然後美麗島是十七點一 大概就十七十八 可是因為這民調在做都是 剛好第一個 韓國瑜在接受 不是 侯友宜接受專訪之前 那另外就是說 第二個金普聰 金老師 已經在接手一個多禮拜 兩個禮拜 我認為時間觀察 大概就是說在全代會之前 至少到七月中 韓國瑜民調 要民調回升到兩成以上 要有緩步 就是說你趨勢一定要往上走 那有幾個比較突破的 我剛所以講的政策很重要 韓國瑜 侯友必須要像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那第二個整合 跟韓國瑜講不是說 除了講說身心俱疲之外 這個我認為是扣分 我就要更進一步 第一個 因為你必須不是說服韓國瑜而已 你要說服後面的韓粉 所以你剛剛的意思是說 因為電視專訪的效果還沒出來 所以這個禮拜做的民調的話 可能還看不出那種尷尬 那種發酵的風格 對 你要讓他去發酵 就是說那些論述 所以顯然你覺得他講得很棒 那些論述主張是國民黨的政策主張 重啟合一也是你們的論述主張 還是他講錯了 合二 合三講成合一 因為他講在確定安全無餘的情況 要說核東可以說得很清楚 其實要說 我覺得你沒有時間說這個 我要澄清一個 過了你剛才說除異不對 他是停機之後進入除異的程序 除異的程序是這樣 台電說要2年到24年 那個是有程序上 所以包括賴清德副總統說 未來何能在緊急的時候可以重啟 因為那有時間序 大家都可以討論 都不是講合一 他講合能 他要講清楚 好 你要講清楚 他講停 停役 停役的合能有哪些 講清楚 現在合一合二都是屬於停役 停機的狀況未來要除異 真正完成除異要20幾年 所以這個當然可以討論 可是這些的主張是國民黨的主張 現在侯有一段代瓜承受了 就代表市場區隔 你說出來 讓人批香 他最後變成選民要去投票 可是我覺得目前國民黨最大的問題 除了政策之外 在內部整合 我覺得目前侯友盡還不夠 他這一步 我懂你 候選人的部分身段一定要柔軟 要非常柔軟 我覺得還不夠 他還要更柔軟一些 包括跟 因為我自己有在主持節目 我也問過郭伴的前發案人 他說侯友宜跟郭台銘之間 郭台銘為了跟侯友宜聯絡 都有單獨的手機 而且是單獨的門號 這個電話一響就知道說 就是他打來 只有一個人會打來是不是 如果郭董電話響的時候 就是侯友宜 沒有 就是侯友宜打來的 難怪不接 因為就只有這一個人 對 就知道電話響了又是侯友宜 就不接 我認為我管黃柯 我知道的 侯友宜一定有打 現在就是郭不接 可是如果 你不接的情況底下 還中間還有當事人 還有其他 我覺得該做到 沒有整合 不管有沒有整合 整合不成功 都是候選人的責任 這屬性 你要算你就要扛起來 所以我覺得 如果整合不成功 國民黨還是分裂的話 民調就不會往上 即使你政策講得再好 也不會往上 所以 所以說跟金普聰有沒有操刀 你覺得沒有關係 金老師操刀是在議題的部分 他在新聞節奏上 我認為至少可以達到 國民黨可以不扣分 不會像以前包括有一些失言 甚至包括政大表現 我認為沒有沒有太好 這些會扣分 至少新聞議題上 新聞回應會比較快 可是在組織整合的部分 還是要靠黨中央 還要靠其他人去幫忙 包括朱立倫 這些都要協助 你說會不會失言 我稍微還是打一個問號 因為侯友宜昨天在講說 那個兵役 他其實是說 有一個前提之下 然後他說 要恢復四個月的兵役 可是他今天講 他就說 我昨天是沒講得夠清楚 所以他今天特別把完整的論述 再講一遍 也就是說前一天 可能有一些人 你怎麼又改變了 他也意識到說 好像有一些票又被推走了 所以他又改口了 接著我們先講一個 居住正義的話題 我們再回來講 有關於2024的一些政治效應 我們來看 因為黃國昌跟館長陳之翰 他們7月16號有一個遊行 然後主要是司法正義 跟居住正義的訴求 他們昨天到處去送邀請函 那其中 侯友宜跟柯文哲都講說 他們會去 那我們來看 侯友宜的部分 我要請教逸川哥 侯友宜的部分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在2018年選市長的時候 有大群館的爭議 就是在陽明山上 學生宿舍大群館的爭議 99門牌這件事情 那今天我們看到有網友 他爭議出來說 其實他搞錯了 不是99門牌 應該是103個 那這個大群館呢 也改名字了 現在叫凱旋苑 那問題在怎麼呢 問題在 侯友宜你的這個子女 你可能扮演的是 包租公包租婆的角色 而且呢 一個月說可以收租多少錢 一個月收租164萬 我如果是可以收租164萬 我就回家躺了 我就不要來做工作了 你就是沒有記事 他會有講 這是我一生要完成的使命 你還可以選總統 而且一年呢 1968萬 那他竟然在這樣 包租公包租婆的情況下說 我要上街去喊居住正義 大家就會覺得太違和了 有什麼樣的資格 來請教一川哥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 關於居住正義 跟這個青年創業的故事 那因為這個館長跟這個國昌老師 跑去找侯友宜 希望他參加這個居住正義的遊行 那侯友宜就答應了 結果我們就想起來 侯友宜在2018年 有一個文化大學 大群館的這一個事件 大群館已經算 壽終正寢 那個東西已經不存在了 現在發言說 會有一個叫做凱旋院 因為居住正義 7月12號那一天的遊行 會有一個大隊叫凱旋院大隊 這凱旋院的核心可能會組一隊來 因為一格位 一格位的責金是一萬六千元 各位知道嗎 文化大學是山頂 對 很多中南部來的核心 家長都希望說 你不要住山腳 因為山腳都要走 養鑽大道 騎鑽大道 很危險 所以都希望住文化大學的旁 文化大學的旁 現在一間特房生就這樣 大家家長看看 你如果小孩抬文化大學這幾間 一間一個月一萬六千塊 一萬六千塊 這總組出去 總共是一百六十四萬 一個月 一個月一百六十四萬 好 這凱旋院是怎樣 我們來看這凱旋院的歷史 2011年文化大學 跟有一家叫幼育公司簽約 一間幼育公司簽約 就說文化大學的屬性 2018年在選市長的時候 侯友宜他的政 去鄉法院說 這怎麼有什麼違法 什麼投入稅一大堆問題 這個幼育公司 馬上行文化大學解約 選機選了一半 水到解約 解約的意思是說 再來走我們沒關係 你不要再說是我們的事 好 這個事情就 忽然間就沒了 文化大學跟幼育公司解完約之後 就沒了 有趣的是在2013年 這一家公司的負責人 從任美玲換成了侯一帆 任美玲是侯友宜的太太 這是比較重的 好 那換成這個侯一帆 侯一帆我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侯一帆 這個我到時候去了解 去Google過 他17歲就創業 經理一間幼育公司 做溝通做當事 他就開始創業 今年30幾歲了 那他這個翻了這一間之後 這一個這一家公司 除了這個凱旋院以外 他有另外還有土地 在新莊 新莊有一個土地 所以又一公司 總共有兩座土地就對了 那這一位年輕人 今年30幾歲姓侯 好 那我就去查了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資本人2500萬 2500萬 負責的人叫做侯一帆 他們公司定基於這個民族路 班教的這個民族路 好 那我就繼續去看說 那這一家公司 除了這一個 我們說這個凱旋院的管理 我要說一頭 凱旋院 再講一遍 大家聽清楚 凱旋院不是侯友宜 可以收租金 侯友宜不是包租公 不能再說侯友宜是包租公 他沒在收租金 侯友宜他母認不認 也沒在收租金 他母也不是包租婆 都不是 現在是一間幼育公司 我們找一間叫星光 星光那邊人壽什麼 物業管理公司就對了 叫他去租金 因為 這間幼育公司 沒辦法 每個位 上陽明山收租金 所以叫星光 幫他倒租就對了 倒租 所以再重錄一遍 現在網友很多人都說 侯友宜包租公 沒有 侯友宜沒有在收租金 侯友宜是恩我家的旁邊沒有土地 侯友宜他母也沒有收租金 現在是這間幼育公司 他去堆過來 這個土地246.99平方公尺 我就去看說 這個姓佛 那侯友宜能穿錢 我就去堆 去堆我就去看侯友宜的財產申報 裡面有一個信託 這個叫信託 信託就是由銀行管理 就沒辦法買什麼 這也一個復星段 也246.99 負責所有人叫任美齡 所以可能伯伯 是侯氏中親 大家土地買交會的意思 好我就去看說 這個土地到底是哪裡 這個土地不簡單 說實在 要買這個怎麼厲害 這個房子都差不多三樓 兩樓三樓 這個價值都四五十年 旁邊就是新莊棒球場 新莊體育館 新莊田徑展 新莊國民運動中心 這旁邊 這整屁的 這如果要賭公 不簡單 好現在在看 這塊 我都說這二五三 二五三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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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還有一塊二五四 二五四的土地 是什麼人 二五四的土地 就是任美齡 二五三是幼育公司 小任美齡 所以這整個土地 整合起來 然後這就是幼育公司 新的這個土地 他這土地要創什麼 我不知道 不過今天 透過這個節目 再跟大家說一道 侯友宜沒有當包租公 侯友宜的老婆 沒有當包租婆 現在一個月收 一百六十四萬的 這位負責人姓侯 姓侯 叫做 侯友宜 所以七月十六號的遊行 我請侯友宜 透過中青的方式 中青的方式 要請這個 侯友宜 上哪一個舞台 跟大家說 十七歲青年創業 要怎麼比 因為蔡英文 都沒有在創青年創業 你叫這個來教 講我十七歲 為什麼有辦法 有這些土地 我十七歲有這些房子 我今年三十幾歲 一個月收 一百六十四萬 我們這種青年創業的楷模 要從居住正義的遊行上 跟大家說 說是怎麼賺錢的 這楷璇院文化大學 楷璇院這裡的薩星組 可以組一個楷璇院大隊 去那裡聽 因為他們家長一個月 都要入一萬六千塊 很貴 而且平數很小 五平就跟剛才這樣而已 所以 再講一遍 不要再說人包租公包租婆 這是一個活性的年輕人 這個成功創業 非常勵志的故事 我們也請侯友宜 透過中青會的方式 邀請侯環 又一公司的負責人 能夠上這一個館長的舞台 跟大家講說 怎麼樣有辦法青年創業 然後呢 每個月跟文化大學的學生 一個月收一萬六千元 其實有些網友蠻厲害 他們挖資料的那個功力 也是蠻厲害 他覺得侯友宜透過中青會 應該很快就可以 找到那個女孩子了 來那朗東 我先請教一個狀況 因為發起人是黃國昌跟館長 那黃國昌的部分 大家也對於他的這個 發起居住正義這件事情 覺得蠻有疑問的 因為就發現他名下登記的 土地加房產有23筆 這個是因為財產申報上面 所呈現的 那黃國昌就解釋 這些土地都是種菜的七零地 民進黨這些側翼王軍1450 不要拿來炒作 那今天我看到有一家媒體 還特別去那個地號的地方去看 現場長什麼樣 那現場長什麼樣 對啦 講到居住正義 也算是一個非常具有話語 正當性的 因為我名下沒有房 沒有地 從來沒有買過 家裡面還是只有地上權 也就沒有土地 所以完全符合 居住正義這個條件 絕對沒有辦法攻擊我這一點 那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黃國昌他去講 這個居住正義 可是就被查出來 這都是監察院的公開資料 那先講他建物 就是他房子的這個部分 他覺得說 你有四間房都在細紙 那為什麼四間房在細紙呢 今天這個ET他們去拍照 就是說這四間房 其實是透天 透天就四成 但是他四成 那可能有一些要出出來 反正就把它分割成 一成就是一個嘛 那這樣子就是會變成 有四個建物 這你可以說是主廚啦 沒有人可以理解 可是你說基林地這個我們往上面看 細紙白雲段這個呢 這邊就有了 這幾筆了 這一筆1141是平方公尺 換算平數就是300 將近350坪 350坪是符合基林地的定義嗎 很大啦 因為基本上說你要建商 如果要去蓋房子 要地下挖停車場的話 大概六七百坪左右就是很穩 可是500坪還是有機會 只要那個車子 車道能夠進去 能在下面轉彎的話 這樣的土地開發價值是非常高 可是如果你只有一兩百坪 你沒辦法蓋地下停車場 那價值就會少非常的多 因為那個容積獎勵 有很大的差異 那結果呢 去拍了照片 這個ET大家去拍了照片 剛剛講到兩筆300多坪的 一筆呢 現在在停車場 這341坪 在停車場 另外一筆呢 這邊呢 有種了一些農作物吧 可能叫雜草的那個農作物 總共有這個300多坪 那所以你就會看到或是說呢 這個人想說是基林地 實在是太過牽強啦 那所以很多人現在都想要 然後找到這塊地 想要去問這個記者在哪裡 然後去參觀一下 黃國昌的開心農場 那地段的話 我還有查過 他這兩塊地 其實媒體有講他的地址 是在汐止山上 然後再過去就到石定 說實在是有點偏遠 對 所以他土地的價值 每一坪 大概現在賣這個賣掉的話 一萬多塊 所以300多坪 可能五六百萬 就是可以買得到 可是黃國昌會不會賣這個地 他不會賣這個地嘛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你有沒有以身作折的問題 你想想看烏二戰爭 如果責任司機說 我們打死不退 結果他人就在美國 那有說服力嗎 沒有 或是你找陳建州來 宣找性別和平等 然後去宣揚女子籃球 就怪怪的 現在狀況也是一樣 說這個館長 自己有很多健身房 然後黃國昌有兩大筆 這不是基林地的 兩筆300多坪的土地 一筆都在養地 那你養地之後就有一天 戲子那邊輕軌 這個地鐵 捷運通了這個之後 如果那邊路拓寬了 相對來說 他當然土地價值是用飛升的 現在一坪一萬多 之後一坪十萬 二十萬 三十萬 十幾二十倍 甚至上百倍的都有 那為什麼會有基林地 就是可能他 或者他祖上慢慢傳 現在慢慢收購旁邊的 屏東議長終點論 早早恭候 郭台銘才剛結束 台南高雄行 4號一早又 那基林地就有價值的 當別人要去開發那塊土地的時候 那個就變成所謂 那個釘子戶的那個地 他就會抬比較高的價錢 然後把它賣出去 那你沒有以身作折的話 這個居住正義的這個 整個訴求 就變得非常奇怪 首先 侯友宜跟柯文哲都要參加 然後他們就要重啟福茂 福茂就是會開放中國的財團 進來台灣去買商業不動產 這是2013年就討論過的事情 就是帶動一波草房 你兩個贊成中國人進來草房的 這個總統候選人 然後去參加居住正義的活動 本身就是極其荒謬 然後黃國昌他自己 他如果要以身作折的話 現在開始 就把這幾塊什麼基林地 還有他的農場跟停車場 就把它賣掉 賣掉之後 當然可以說重新開始 結果他就認為 一個周儲除三害 就是這個周儲除三害的活動 這活動是幾個人 一群周儲上去說要除掉自己 因為大家都地主 要除掉自己就算 還要募款 跟一些沒有地的人 就拿錢說你捐500 錢讓我來除掉我自己 這整個活動就變得非常的奇怪 所以你回到一個比較務實的層面來看的話 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這些政策 像現在今天最近要上路的 7月3號上路的 昨天擴大租金補貼 這個其實在馬英九十七是完全沒有的 我租房子租過非常長的時間 這個如果在馬英九十七有的話 我去申請的話 我單身一個人 一個月可以多3600的租金補助 而且現在變得比較容易是說 原本說房東他可能不願意給你申請 他現在給房東一萬五千塊錢的 這個租金上面的免稅額度 所以說你就不用擔心繳稅 如果你的房子是少於一萬五 就不用繳稅 那高於一萬五的話 你還是有很多的這個談判的空間 而且不需要房東統一 不需要房東的身分證字號 也不需要完整的這個地基圖 你只要把你的契約登記 就上傳上去之後 租金補貼就會進到你的這個戶頭裡面 所以這個政策自從小英 一直到現在的話 主席在推動 所以我認為是說 包含是說最後我講一點 侯爾瑜去參加這個是非常荒謬 是說新北就是唯一的六度 沒有收屯房稅的這個地方 結果你自己都沒有在處理這個問題 而且你不要以為新北房價沒漲 台北房價漲的時候 那有些人住不起台北 就去搬進去新北 那你搬進去新北之後 你又不用屯房稅 就是鼓勵很多人提錢在那邊買 特別是林口你知道買很多 這幾年林口房價漲非常多 連租金都會漲 林口是少數 這兩年租金可以漲10%的這些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真心的 不是為了居住正義好 也沒有想要怎麼解決問題 他們是要的就是一個造勢場合 希望說把民進黨拉倒 至於後續這些青年人 是不是會過得更好 並不是他們真正在乎的事情 那個朗東征的設施衛生 他說不曉得基林地是幹嘛用的 我特別去問我一個做土地中介的朋友 我說欸 基林地剛才去房子 他說一般 三百幾年都會先去 一般來說是沒辦法去房子 因為不完整 對呀 對呀 我說怎麼買那個來種菜 他說這小的 買那個來做地使價的啦 他說用來勒索土地開發的啦 這塊塊你現在旁邊要去 炒到這塊你就去不起來 這個時候你的價值那不是千倍百倍而已 他說一坪到幾千萬的都有 對啊 他說他們就有這種東西 那好 那基林地 大家也知道要買這個地 可是你買 我建商要蓋這麼大的房子 你這塊地給我卡了 像我們家對面就卡了兩年這樣子 後來那一家人都不見了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你說為什麼黃國昌能 買到那麼多基林地 所以要稍微更正一下網友的資料 我1603間套房 我8家健身房 我土地建物23筆 柯文哲也要改一下 不只存產2100萬 他的土地建物也有15筆 對 我們都要上街爭取公平正義 幾個有錢人 教育型窮人說 我要幫你們跟政府抗議 然後來你們捐款給我 我來抗議 上街還募款耶 對 然後讓這些窮人更窮 這些有錢人更有錢 所以我看到這邊我很感動 他說今天建設公司女婿 家座永豪宅老闆 帶頭發起居住正義遊行 支持者覺得很棒 要求政府訂立法條 來阻止他們愛炒房的心 台灣的民主就是這麼樸實無華 我覺得這個太猛幫的畫面太猛刺了 你們會上國際新聞的你們搞吧 因為講到這個侯友宜的部分 那剛剛朗東講一個說 新北沒有囤房稅 就是新北市議會已經休會了 可是在休會之前民進黨黨團 其實新北市政府 有送一個囤房稅到議會 新北市的民進黨黨團 希望說把這個囤房稅把它審完 然後再休會 合理啊 合理啊 那可是就是說最後一天了 國民黨沒有動員 因為國民黨現在在議會是過半 如果說國民黨真的 侯友宜真的要讓這個囤房稅過的話 其實就侯友宜就跟這個 國民黨黨團講說最後一天了開會了 大家一起來這個議會 然後這個過半讓他通過 囤房稅就可以過了 可是囤房稅沒有過 然後因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沒有來開會 沒有過半通過 這個自治條例就沒有辦法通過 所以囤房稅沒辦法通過的話 那等於是樂了見商 或是樂了那些喜歡炒房的人 買了很多間房子空房子在那邊 那其實沒有囤房稅 那新北市是除了這個六都之外 除了新北市之外都有囤房稅 然後新北市的社會住宅 其實也是蓋最少 因為後來在第一任 侯友宜第一任的時候 幾乎都是朱立倫留下來的社會住宅 然後讓這個侯友宜來減產 然後第二任大部分都是中央的地 來蓋社會住宅 等於是中央去找地國有地 然後中央來蓋這個社會住宅 這個中央的營建署 還問過新北市政府說 你們進度要快一點 怎麼都是中央在蓋 新北市也要找房 也要找地 要趕快來蓋 結果新北市政府他就擺爛 他就說我們有這什麼多元的 這個社會住宅政策 什麼包住代管也算 結果你說你7月16號 要去上街頭 要來講這個居住爭議 更不用講說剛剛益川有講 這個大軍館現在改名叫凱旋苑 每年可以收到租金 是大概2000萬 2000萬左右 這2000萬 剛剛阿酸酸講說 現在跟侯友宜沒有關係 跟他有關係 就是他老婆認美林的關係 然後認美林是委託給新光人壽 他們去收 去收 然後來代管 所以美林有2000萬 請侯友宜講 我看今天記者問侯友宜 說這個有關凱旋苑的事情 做什麼新光人壽會回答 新光人壽不是地主 不是這個房子擁有者 房子擁有者是你們侯家 所以侯友宜你要選總統 你當然要講清楚 你那時候2018年你選新北市市長的時候 你講不清楚 或是不講清楚 可是你現在選總統 你要跟我們講說 你這一個在文化大學的旁邊這個凱學院 一年收了租金可以2000萬 然後你就批評說 民進黨賴清德提出來這個政策 這個私校要補助 結果你說是大傻幣 那也是歧視這些私校生 就是說你給他們這個房子 這個每瓶大概多少 這個一個月1萬6到1萬7 然後每年收了2000萬 對啊 那結果你又說不要給這個私校的補助 那所以說 我不曉得侯友宜到底7月16號 有什麼臉要出來講說居住的正義 我不會補充一下 對 我先講一下 那個大選館的時候 那個房間一間是八千塊 他直接漲到一萬六 三倍 凱旋啦 大勝 因為他說他有整修過 有專人在管理 然後還有光鮮 然後有專門在收熱社 所以他必須要 升級之後價格也升級就對了 好 我只要簡短的補充一下就是說 因為其實囤房稅是地方稅 雖然說是中央設定法定規定之後 那是交給地方政府來決定 那我想補充一下剛剛昆成講的 因為處於在台中委員會 我想要講一下就是 在最新現在的 有依照房屋的持有 來判定囤房稅 其實囤房稅的稅率是1.5到3.6 那也就是說呢 其實包括像台北市宜蘭 台南 然後新竹 桃園 台中 高雄 屏東 連江 這幾個縣市都因為前一陣子 大家在講居住正義的時候 都有因為不一樣的房屋的持有 而才有差別稅率 就是有 你如果有的是超過三間 有的超過四間 有超過五間 你非自用超過一間兩間三間 它都有不同的那個 然後你就會從1.5到最高到頂3.6 等於是說這幾個 包括這個六都 因為大家都知道六都炒房的情況最嚴重 尤其是不是自用的 但是侯友宜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就連昨天議會 都可以讓他還是依舊 不管你擁有幾間房 你在新北市 不管擁有幾間房 都是拿最低的1.5的稅率 所以我不知道侯友宜 你要去參加7月16號 你是怎麼樣 不只是對於這些私笑聲 你是收錢收到手軟 然後你走路走到腿軟 那你這不是兩面人是什麼 而且我要講的是 如果說真的侯友宜 昨天讓這個新北市議會通過的話 黃國昌他不是有八筆劍案 都是在新北嗎 那他就可以好好的 至少你可以居住正義一下 所以我是覺得7月16號 侯友宜如果你去參加遊行的時候 你可以當場承諾說 現在叫新北市馬上通過好不好 黃國昌馬上就可以獲得 求仁得仁 八間房子的人 可以在新北市好不好 就有居住正義 另外我想要補充一點是 黃國昌他在他的這個 財產公報當中 除了有就是15筆土地 跟8筆劍案 一共是23筆的土地跟劍案之外 事實上他們家擁有了一間 開發公司叫做喬治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然後張數非常的多 一百多張 然後我去特別 因為你知道 我們基本上 找資料都是公開資訊 我想說 這開發公司 到底是要做什麼的 開發什麼呢 對 因為剛剛大家都在講說 這個基林地 你如果是有了解土地開發的 你在旁邊 你有可能就成為 翻倍數百倍數倍 上萬倍都有 在那個經濟區其實也有 那我真的想說 來 這個是我們從經濟部的網站上 找到的這個 喬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那他可以做些什麼樣 能夠做什麼生意 就是你要跟經濟部申請 有申請才可以做 那很多零零種種 我只念幾項 比如說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工業廠房開發 特定專業開發 然後 新市政社區開發 都更重建業 都更重建維護業 不動產買賣業 好奇怪 他不是一直要講居住正義嗎 不是要土地正義嗎 又擁有那麼多的基林地 要來種菜或是變成停車場 然後你手上又持有 開發公司的股票 我是覺得通常有的時候 這種 我必須講 你如果看見 看見小孩子的兒子 合理的懷疑 你們應該對於這個 土地買賣操作 很有技巧很了解 這個是不是也可以 在7月16號的時候 都告訴大家一樣 如何來維持世代正義 居住正義 黃國昌的部分 他尷尬的點在於兩個 一他說那些都是基林地 都是在種菜的 那顯然他應該算是 務實的自耕農 要很認真種 因為2100坪的話 其實你要很認真去耕作 那第二個尷尬的點是 他又是建商的女婿 那他現在出來是要怎麼樣 要大義滅親嗎 這個我不知道 那明賢哥 不好意思 我可不可以跟你更新一下資訊 因為我記得明賢哥 我們之前有私底下聊天的時候 你也是租屋主事嗎 我在稅廚 怎麼稅廚 這樣我給你請教 我比人家還要有資格講 人家也是稅廚 你說有地上權 我連地上權都沒有 我說我爸媽 人家也是稅廚 是把家族都賺進去 那我請教你 我覺得你比他們都還要有 就是喊 我無產階級就對了 不是你要喊居住正義化 稍微比較有那個資格 房子很貴 對台北房子貴 那我請教 因為侯友宜這邊 他們家的狀況 那剛剛一番的這個論述之後 因為侯友宜今天也沒有特別的說明 那不是說你今天不說 明天就不會問 你有沒有看 我覺得侯友宜是這樣子 文化大學宿舍 他前面選去 他前面選去 他前面是插到一邊 民眾把他折承 就是說宿舍有沒有太貴 那種造勢價來講 是沒有太貴 有沒有違規使用 其實那時候都吵過 就是說這些是他們家族的資產 後來認定是有違規使用 所以才解約的 對 他說他那個至少說 侯友宜的財產 他是有申報 我的立場是這樣子 就是說政治人物有沒有財產 你有錢 你那個政治現金申報 比侯友宜比較好 很多 你不要說哪的 民眾一堆 我是覺得這樣 你該 政治人物有沒有錢 一回事 可是該不該支持居度正義 這是一個幣 這是大家都該支持 就是說侯友宜黃國昌不能支持 支持居度正義 蔡英文可以支持居度正義嗎 我覺得是兩個程式 因為是諷刺 就是說你在喊這個 可是你自己 那不然你要 你是有權利的人 你是市長 你是可以過囤房稅的 我覺得他要透過 你不是老百姓 屠苦無疑 要必須要去抗議 我覺得他要透過政策去落實 譬如說議會最後新北 因為台北市我們審查 在我這個 我們是上一屆通過囤房稅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好幾次 我認為很多人 當然我認為建商甚至都有力量介入 可是最後台北市過了 台北市也留會了好幾次 最後通過 這過程中 我覺得以新北市來講 因為他畢竟建商很多 可是囤房稅沒有過 不管說議會沒有審查 還是誰的責任 新北市市政府總有責任 他必須要盡速把它通過 這是一個事實 第二你可以拿數據來檢驗 譬如說台北市對於公宅的部分 他現在台北市第一名 大概1.9萬戶 新北第二名 6萬多戶 6千多戶到7千戶 所以他沒有 這是兩碼子試 要把中央的把它算進去 很多都是中央蓋的 我跟你講 我就是不提中央 沒有你們說過這個美民行動 蔡英文說要蓋20萬戶 然後其中有8萬戶 是那個包住貸管 12萬戶公宅 蓋到今年3月 是10萬幾戶到7萬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進度有沒有落後 有沒有超前 數據可以檢驗 那做得不足的部分 我說一句 年輕人敢去買房子 我常常去我老闆 你來台北分道那久 十幾年 一間家裡買不去 這個很多人感慨 民進黨做得很好的話 年輕人支持度不會低 所以這個 對每一任的政府都是檢驗 馬政府確實那時候也做不好 所以他被政黨輪替了 你說民進黨 在G2正義的時候 有做得好嗎 做得好的話 他有在做其實是有在做 但侯友宜真的是更差 因為補充一個新的資訊 這個凱旋院都有公開評價 一年前說 冬天只有溫水可以洗給一顆心 還有說什麼租金就貴了 投幣式洗衣跟烘衣劑 還一直漲價 然後這個也是一年前 所以說都不是什麼 2019年的這個事情 然後這邊還住得非常後悔 是文化周遭最貴 但是最糟糕的 這個就是問題 因為主要是楊明山上 他文化大學的同學們 能住的房子很有限 所以物以稀為貴 你侯友宜 剛好曾經一邊家族有資產 然後你剛好103個房子可以出租 你至少不要輸給其他的那些 這個房東 你可以坐在其他房東裡面 稍微佛心一點的 稍微便宜一點點的 表示你是一個 真的關心學生的一個市長 結果也沒有 現在他的學生成績 打出來就是漲價了之後 你說楊明山上 冬天很冷 可能有些說不到10度 所以我覺得說這樣的一個市長 你把它放到總統位置上更是災難 我是好奇 我們其實在這個 不要說打房 反正就是要壓抑房價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今天剛好 在搜相關的新聞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 工商時報報導 全國電商轟打房 他們氣死了 他們其實氣死了 他說現在央行打房行為 已經到了為所欲為的程度 他也講的是你的第二戶的 七成房貸的問題 對 我的意思就是 其實對於民進黨來講 你如何讓民眾 能夠在第一房到第二房之間 大家先擁有第一房 然後不要去囤房 其實我們是做了很多努力 其實建商現在是針對 到過平均依權條例 我們之前有講到的 包括現在 如果你是公司行號 那麼你要擁有非自用住宅的話 都必須要有一些相關的申請 言下之意就是說 我們逐步再做 但是我覺得就像 我們剛剛講到的租屋補貼好了 你租房子租不起 我們儘量讓你租得起 那麼可以多省一點錢 然後儘量的去買到你的第一間房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我說今天建商會出來 是因為建商認為是說 前一陣子因為疫情的關係 本來覺得說好像這個房市 可以因為疫情過了會比較好 然後結果因為現在包括 平均依權條例通過 然後包括紅單不能轉讓 然後以及就是第二間房 你只能帶七成 那麼建商就會說 我好不容易警器要復甦了 然後要往上蓋了 所以說我希望能夠往前進的時候 你現在又限制了七成 只能帶七成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也受到了很多的壓力 但這個部分就是這樣 我們身為就是說執政黨 我們能做的我們就做 但是我們至少不要像侯友宜這樣 你身為新北市的市長 我讓大家再看一次這張單子 就是為什麼侯友宜 你明明還在做新北市的市長 如果你要做居住正義 那你就去把這個囤房稅往上調 能夠讓他有差別的稅率 不要說是政府 因為我必須再講 因為這是地方稅 所以說我們身為中央政府 民進黨執政 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把法規告訴你說 稅率就是15到3.6 你超過幾房以後就要調到最高 可是侯友宜不動都不動 如果你真的與其7月16號去走遊行 你就讓新北市議會 就讓他通過就好了 還是說你要把它當成是一個禮物 你要到7月16號到那邊去宣布 那可以也很好 但至少你要做 而不是說好像今天你別人 你一邊這個所謂凱旋苑 在那邊收錢收到手軟 然後另外一邊你要走遊行走到腿軟 再講一次雙面人 一年快兩千萬 明天你可以給我拜託一下嗎 明天 你那個你跟侯友宜溝通管道很好嗎 他不是你們兩個不是只有在電視上 然後呢 你可不可以拜託侯友宜就在7月16號 去參加居住正義遊行的時候 宣布說我在新北市長陣內 一定通過囤房稅 一定上去議會通過囤房稅 如果你做得到 時間太久了 他還有三年的時間 他可以開臨時會 市政府有台大三議會 那議會不審查 我覺得當然議會有責任 議會是國民黨是過半的 其實我有問 就是說那一天民黨在說 他argue說要市長 市長只有給書面質詢 就說在argue 我覺得 不是argue這個 我覺得議會也不要逃避責任 審查議案 如果國民黨要過的議案一定可以過 因為國民黨就是過半嘛 國民黨是要動員 過半一定可以過的嘛 我們台北一個心臟是我知道 有一些議員也受到建商的壓力 可是最後台北市過 所以你是說國民黨議員受到 我沒有說哪一黨 建商一定會有壓力的 可是你們沒有壓力 我是說該過該承擔的 我覺得這種新北市有責任 新北市已經送出來了 你這樣講 如果 國民黨議員受到壓力 還是侯友宜受到壓力 你要講清楚 如果新北市沒有送出來 我覺得侯友宜有很大的問題 可是這案子送出來的 議會不審查 那議會就要不了 不是議會不審查 是國民黨在議會有過半 他可以審查 也可以讓他過 那為什麼不讓他過 所以國民黨的太多 如果安上明顯講的 是說是誰受到壓力 是國民黨議員受到壓力 就這樣講 打去台北市議會 台北新北市議會 對一個會 對一個集齊 這個地方要處理 我覺得中央有態度 譬如說總統 現在出來講 只要國民黨過半出來開會 他就是會過 就是這麼簡單 那如果侯友宜 侯友宜讓他過 他就跟議長講一下 國民黨議員出來開會 過半就可以過 誰打房 打真的打假的 我怎麼會不會處 我是無產階級 你們不是每次都講說 立法院民進黨是多數 想過什麼都過得了 那同樣的話 新北市議會 你們國民黨是多數 新北市可以立一個地方的 一個自治法 可以 不是 這不是自治法 這個就是你依照屯房稅 你就是把這個差別稅率 訂出來 不然的話 你像黃國昌就扒筆土房屋 就大家在讀 就是說現在為什麼年輕人 買不起房 這責任是地方政府的責任而已 我來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一直聊侯友宜 黃國昌 我們再補充一下 有關於館長跟柯文哲 對於居住正義他們的想法 柯文哲是這樣 他說他會支持 也要求黨公職要去參與 可是呢 他是一個怎麼樣的市長 明倫社宅 四十四平三房 租金多少錢 四萬五千塊 不好意思更正 四萬五百塊 還是很貴 但是 四十四平的社會住宅 要到四萬 然後他還補充一句 我不希望裡面住的都是窮人 你社會住宅 就是社會上相對是弱勢的 這是年輕人 買不起房子的人 對啊 而且你要讓我現在買不起房子 那你讓我在租金補貼的之後 我是不是慢慢的累積了我的第一桶金 我就有空去買房子 是這樣一個想法 不希望裡面住的都是窮人 這就是柯文哲 那館長的部分 因為大家都在吐槽 你要實踐居住正義 就有人講 你是不是名下的房產 你買的時候是多少錢 你原價賣出 實現你的居住正義 館長說 憑什麼 這跟居住正義沒有關係 暴怒 所以居住正義這個東西 其實是蠻棘手的一塊 但是政府其實也有作為 包括平均地權 房地合一稅等等 都有在做 那有關於政策的部分 2024酸總統政策當然非常重要 侯友宜他在昨天 接受這個燒鋼戰情室的專訪的時候 他有拋出了他幾個政策 那我先請教逸川哥 他的政策的部分 九二共識表態了 他說接受合乎中華民國 憲法的九二共識 然後核二核三要研議 那核一他說要重啟 那包括什麼 包括他要建立特徵組 他要裁測掉NCC 然後他還講了一個是要 恢復四個月的兵役 那我說他後來有稍微改口說 不不 我有一個前提 我前提是說 如果兩岸穩定的話 就恢復四個月的兵役 那我感受到一個東西 我們之前講說他是那個 Trade GPT 是有一個內建格式的 他這個HoHoGTP 現在挑出來的是 我就把它調設定 我調到深藍模式 深藍喜歡什麼 我就餵他是什麼 是這樣嗎 剛剛褚英委員說 說好有意 有植入 兩個字 四個字 他就是AI訓練 問題是還沒訓練 都要自己走出去 所以問題都沒辦法回答 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有什麼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是三條三個共識 不就是馬英九叫阿強的共識嗎 阿強的就是中華民國憲法 你騙我 九二共識裡面 要說過中華民國憲法 不行啊 所以什麼中華民國憲法下的九二共識 到底是在說什麼 你不要在那邊一直在那邊繞圈圈 你以為 你以為中華民國憲法 是台灣所有人的共識 你以為中華民國憲法 是兩岸所有的共識 什麼互不隸俗 共同承認對方的治權 阿強要承認什麼 中華民國統治權 你怎麼承認 這件事情 阿強要問你 阿強第一題會問你說 你說什麼 中華民國憲法 根本就不存在 九二共識什麼不同意 第二 兵議 兵議今天的順序是這樣 他長安是燒康戰警室說了 這個他們的辦公室 先發新聞稿 說阿豪友宜講的是有前提的 因為現在兩岸兵凶爭尾 所以做兵 做兵也是要一年 他要兩岸和平的時候 他四個月 所以要算我豪友宜 兩岸的和平 可以繼續維持四個月 他現在又變成這樣 因為美國和平 美國說你是在爭小的 我們怎麼合作 你如果平哥 什麼都不會 平哥沒辦法 走我們合作 大家說好的事情 對不對 大家說好的事情 分年一年 就可以對國阿強 你什麼要 你要投降 要跟四個月 所以今天會知道 就發新聞到火爭 說的是 又是什麼 可能是少康戰情室 斷章取義 他拆不住 拆不住 拆不住 那少康戰情室出來 會死的真正 你拆不住 給友宜接受訪問 又再講一遍 這是第二 第三 何一 何二 何三 何門開 何門開 何一 何二都在你的雙巨 何一 何二都在你的雙巨 何門開 是不是你把友宜建議 你是不是要靜出 給他 給他恢復何二 什麼什麼 言義 何門開 你要出來講 現在整個百科七星的人 都在問這件事情 是不是何門開 建議 不然何門開 你出來活潤 說你反對 你反對 你要跟何友宜說 因為你跟何友宜最好 因為你還有一個聯繡 跟何友宜選舉 你有沒有看到 有 有一篇交代 快很準 所以我現在 想說 這個何友宜 不可能 他當時反何事 當時韓國在選的時候 對 怎麼說什麼 沒有材料改官 不要處理何事 如果鄉雄 是何門開的選區 說要恢復 什麼要研議 什麼就是到底 何門開 你這條 你怎麼說 有可能這幾天 他又活潤 那標題可以寫 何友宜按住何博文 這別人說 好 好 他現在說什麼 NCC要廢調 是誰把你教的 NCC你當總統的時候 你當總統的時候 NCC委員都在排 NCC委員你擺主委 你擺 你擺你擺 你有事嗎 不是這樣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 這個 因為郭台銘 站在路上 柯文哲站在路上 民進黨跟我左邊 然後你就去搶最右邊的這一個票 何友宜你當時民調高 是因為你在中間 是因為你在中間 你現在逼到最右邊去 你所有這些說的東西 都跟馬英九有關 什麼核電也是馬英九支持 九二共識也是馬英九支持 這很多都回到馬英九的路線 就是金武聰幫你教 你說這個很危險 因為你的票 現在出來之後 最近做到這些民調 對金武聰出來之後 你的執事長之後 做到這些民調 何友宜差不多都15 1617 黏著到陳玉珍的15% 今天黏著要搞 所以不怪 國民黨的這些中小委 這兩天開始在串聯 所以何友宜你真的 你還是要回到你那個中間路線 宜三哥因為你是民調專家 民調的部分我要請教你 因為你們政國會是有做一個民調 數字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賴清德是34 柯文哲25 何友宜17 其實跟美意島電子報差不多 17.1跟17沒有什麼差別 那如果是細卡都的情況之下 唉唷 這兩邊之前也是差0.2 百分點而已 現在看起來是不分宣制 所以這個其實影響性滿大 而且他整個柯文哲的選票 有些支持度其實撥過來 郭台銘這邊其實很明顯 很顯著的是柯文哲需要郭台銘 但是這個因為現在時代在進步 所以民調的方式也做一些調整 我再分享一下 這個是newtalk他們所做的手機民調 因為有的電話怎麼繳 怎麼繳都繳不到我 因為我們都沒有電話 我沒有室內電話 所以他們就用手機的方式 這手機簡訊 可是對比較特別是 他是手機簡訊傳給你之後 你點進去之後再回傳給他 也就是說你是有意識的說 我就是為了要做這份民調 我要表達的 有沒有送超商的招待券 我不知道 那你看這個數字上面 好 拉很近 賴清德跟柯文哲拉很近 這個是侯友宜當 就是國民黨的對手的情況下 如果是郭台銘的情況下 不得了 郭台銘超越賴清德 超越賴清德 然後這邊是西卡都的情況下 賴清德當然你們就瓜分了 賴清德是稍微就是比較高一點 你會怎麼看這一個新時代的產物 然後如果你要分析 政國會民調OK 這朱立倫就講是帶風向 這樣喔 二億扭曲啦 這兩個民調都共同呈現一件事情 就是侯友宜就是第三名 這個大概就是最近 潛力波大概九個 再加上最近這幾個 他已經到十個 十一個的民調都是第三名 那郭台銘的主要的 這一個支持者出現在哪裡 嗨 Barbie 嗨 Barbie 還有深水區的部分 所以是千萬 如果按照正國會的民調 他出現是從哪裡拉過來 他從這個無法選出 不表態這一群人 拉了一部分過來 柯文哲的損失最多 柯文哲的損失將近6% 就跑到了這個郭台銘 那算是算放的 郭台銘如果沒有選擇 郭台銘的支持度有一些 既放在柯文哲那 可以比那一分 那全部都捨出來 所以郭台銘現在的狀況 我們回顧一下 黃建廷 國民黨的秘書長 本來說 國民黨要什麼時候提名總統候選 6月底 各位記得嗎 6月底就一幾天而已 如果當時國民黨沒有提名侯友宜 按照現在西卡都的時候 這些民調都顯示 既要西卡都的時候 侯友宜跟這一個郭台銘是接近的 所以如果當時沒有提名侯友宜 現在會超車的就是郭台銘 就是會提名郭台銘 所以郭台銘現在有什麼 這麼不甘願 大概就是這個原因 至於那個手機民調 因為他是一個要回覆的系統 他跟那個林傳媒一樣 林傳媒做的也是說 用E-mail的 你自己再寄回去 所以那個基本上表態率都很高 剛剛提到台南高雄 台南高雄總統都天氣比較熱 天氣比較熱 像陳吉邁說這樣很熱很熱 那天氣比較熱 台銘跟阿三里 要天氣就要天氣 不要天氣就不要天氣 不要打五四三 你像台北就不一樣 我不是在操作什麼南北 台北的政黨輪替大聯盟 所以你支持誰 支持政黨輪替 所以你支持誰 支持政黨輪替 我都不敢說 你看人家什麼人 我們那個李梅貞有沒有 李梅貞 真梅道義 人家這就有好不好 真梅道義 人家就踩庭 踩庭什麼 踩庭這個郭台銘 拜拜都站在旁邊 曹凡榮這也涵粉 陳梅雅也涵粉 黃紹婷 綜藝眾 李明選這標準的 這都涵粉 王家貞也是 這整棍涵粉 在中南部整個集結 包括中部的議長集結 這個集結起來的力量 也讓郭台銘的支持者 願意出來表態 所以郭台銘這種手機回復的表態的 特別高 力道特別的強這樣子 好 郭台銘 他的政見放大盡 他特別講了一件事情說 民進黨在搶救 就是說私立大學嗎 不是 他認為 他認為是本末倒置 所以他是不贊成一件什麼事情 是三年讀大學 一年服兵役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後來 侯友宜昨天在那個 就是邵康他也有講 問題是 他根本就是分到這個精神 你知道嗎 因為三加一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你有能力 你達成很厲害的位 那你可以在那個 修完學分 你三年之後 你一年去當兵 也就是說你四年內完成 你該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出社會 那其實是一個選擇 我在大學教書 我知道什麼意思 對 我們現在不是這個 單兵四個月 現在這四個月 四個月都你可以利用暑假 去把四個月當完 你不一定要大肆念完才去 你可以選擇 對 就銜接比較快 行動念那兩個月 都在那裡 這個是四個月的邏輯 那個三加也是這樣 因為台灣是兩學期制 上學期下學期 那有些國家是三學期制 就是說 三學制的地方 都放一個月而已 所以暑假也是有一個學期 這個概念 所以你如果是把三學期制 用進來 你就有辦法在你的三年內 修完你的學分 但是你也可以不要 你也是能打四年 所以有一些男孩子 他就希望說我這樣 我這樣打四年 我剛才暑假 打工也沒辦法完整 所以我整期 你可以讓我暑假修課嗎 我們以前叫暑修 現在讓他變正常的學習 你這樣修課之後 我三年就修完 我就快去做兵 我要來踹車頭路 你可以選 你也可以維持在原來的四年 對 這樣兩學期制的這樣四年 所以這是一種 給學生多元的選擇 什麼現在在操作到國民黨 操作到什麼 操作到 把他修完 暑假放短一點 你如果要放暑假 你就念四年 這是這麼簡單 可以不成這樣 就是一個人歪掉 郭台銘歪掉 竟然去給我 這還是最奇怪的東西 那朗東 我補充請教 因為我們剛剛講 那個兵役的部分 厚宇不是講說 他昨天講很快 他說要恢復四個月兵役 今天他特別有講說 沒有我前提的是 兩岸穩定才恢復四個月 為什麼會改口 我發現一個關鍵點在這裡 國民黨那時候 恢復一年兵 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朱立倫說 支持 而且他覺得應該要有 更完整的配套 後來配套出來 其實社會上的意見 也都是非常高度的支持 國民黨有開了一場記者會 支持 然後這邊 葉玉蘭 游玉蘭委員 他說這個可以喚醒 青年朋友的愛國意識 蔣萬安說 他也是贊成 而且他認為要強化 國防政策 再來是 國民黨立委王宏威 趙少康不是曾經講過說 他要怎麼做總統 他就要改改 要改四個月 然後王宏威說 我們國民黨不反對 而且我們也是支持的 侯友宜他昨天是忘了背這一段 是不是 還是講出去之後 露了中間的有一個部分 沒有表達 那個機器人 AI是要一直訓練的 還沒有訓練好 有時候會出錯 因為國民黨他為反而反 原本是說兵役縮短到 四個月的時候 他們就說一年一年比較好 你真的恢復 不是說延長 是恢復到一年之後 現在露尾又出來講 是說有條件 台海重新回到和平穩定 才會恢復四個月 他現在又轉彎了 所以其實對露尾來講 他一開始其實就是跟中國 站在一邊 覺得說你兵役越短的話 中國就越開心 因為台灣防疫力越弱 中國就越好 去侵略台灣 但三加一 這個我覺得名字定得不好 不要講什麼三加一 會讓人覺得想起什麼 三加十一之類的 那種政治工坊 你就叫做提前畢業方案就好了 就變得很明確 他就是一個你有能力 你就提前畢業一年 那你不想提前畢業 像我是岩碧的 你就可以多練兩年 好學好學 學校很好 都可以選 後來他丟一堆政策 都沒有用為什麼 這有點像是說 你去賣歐巴米薩的地方 跟老闆說 這個蚵仔幫我換成牛肉 米薩幫我換成白麵 然後湯改成牛湯 就變牛肉麵了 他這陣陣在改一改之後 他就覺得 你就變馬英九 你就變韓國瑜了 那馬英九跟韓國瑜的韓粉 就會覺得 那我就支持韓國瑜 少來選就好了 我要支持你侯儀幹嘛 而且侯儀在前後矛盾 他原本和一和二 他自己在那邊打 不希望說新北 有什麼幹事俗春潮 還幹嘛 還跟核電去那邊打官 跟台電打官司 所以他就不想要 這個地方有核電 結果他現在為了選總統就說 我現在要去重啟 要去研議幹嘛 那你前後矛盾之後 是兩面不討好 來 庫林大哥來做補充 這個其實侯儀 來介紹一下 我們滿足的 這個金普聰 其實金普聰 正確的稱呼應該叫 愛心絕羅普聰 這位就是普怡 你看到我的手上 我們滿人就是臉特別長這樣 我要他們正黃期的很狠的 像他們正黃期是憋 我們鄉黃期是歸 我們是歸習大法 因為我們比較不夠力 他那個正黃期是憋 什麼憋 他們愛心絕羅十六字之間 凡事對幹 你說要這樣 我就不要這樣 你要非核電 我就要核電 你不要服貌我就要服貌 你看現在侯優就是 機械反應 你要九二公司 你不要九二公司 我就要九二公司 你要一年避疫 我就不要一年避疫 你要減免學生費用 我就是大傻逼 我就說你是大傻逼 所以他現在你只要看到 民進黨提出來 任何一件事情 這個愛心絕羅普通 都會叫他反對到底 凡事對幹 然後咬住不放 這就是憋 憋就是咬住 憋憋你知道人 愚民如果被憋咬住 怎麼拉都拉不開 怎麼砍他用他都拉不開 只要等到打雷才能開 對 所以你如果被憋 嚇到 對你被憋咬住 你在那邊等 一直等下 打雷 所以他們的 他就幹嘛 他就是咬住不放 你莫名其妙 你告人家賴心得 加重誹謗 你有沒有一點嘗試 那一人講 侯友應該有一個醫療團隊 侯市長加油 對啊 給他細心呵護 叫家加油叫誹謗 那你們那邊喊朱立倫加油 那不是誹謗朱立倫嗎 然後更厲害 順我者昌 逆我者王 聽過專家評估以後 能夠再啟動 我們再啟動 二號小姐 要聽我的 你不聽我的我就把你幹掉 所以那個高雄那個台南幾個 不要高興 我跟你講到時候 你那是真招的 我定撤銷提名 那個台南黃小 因為他有要求 他要有砍人的權力 台南的那個王議員 你特別注意一點 我們同信王 我們跟你警告 小心一點 而且順我者昌 逆我者王 不只是對方 自己人一樣把你幹掉 叫高志博選台南市立委 高志博不肯 回來盟戰委員會 就把你幹掉了 那個要講起來 他殺人的那事蹟 這斑斑可考 所以我們剛剛跟一川 在討論說 為什麼金普通進來 侯友宇的民調 還沒有提高 對 金普通有多少仇人 你知道嗎 網路上列出來 一百多個 我跟你說 看看是有幫助 還是沒有幫助 我覺得 侯友宇真的 其實那個 衣川真的是真心 我們也真的是真心 因為我們也不是為了 希望侯友宇當選 我們是怕 柯文哲太強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對於 侯友宇都是 鼓勵代替責罵的這個 大概面 大方針 因為傻小還不能用罵的 會越罵越傻 要多鼓勵 好來最後我們講 因為1980年代末期 大家記不記得 台灣有一個非常著名的 反對高房價的社會運動 就是無殼蝸牛運動 引起非常多人的共鳴 那現在當然還是有很多人是 忘房價刑探 可是呢 7月16號要發起居住正義的 有黃國昌有館長 然後還有響應支持的 包括是有侯友宜跟柯文哲 那先講柯文哲 他其實我去查 他有一個名言 引起了爭議 當時他是這樣講 好幾次他都這樣講 他說他不打房 你不打房 後來有一些進一步的論述 他的意思是說 他主張是要平易房價 可是他在台北市長任內 他做了什麼事情 剛講社宅的這個租金 一戶要四萬塊 還說希望不是住的都是窮人 你不是要為他們 希望給他們存一桶金嗎 當然是要對這些 比較弱勢的人要好一點 再來講侯友宜他們家人 當包租公包租婆 年租金快收兩千萬塊 黃國昌自己也是土地的主人 他的岳父也是建商 高房價的受益者 也難怪來看這一個 這個帥過頭是誰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投資客 這個投資客他講說 我看到這些人的身家 他覺得說 沒出價 為什麼沒出價 因為他的房子只有20間 比黃國昌的23間還要少 他沒有資格去談居住正義 這些人站出來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居住正義嗎 不是 他們為的其實是 讓自己有一個秀場 有一個舞台而已 明天同一時間 鎖定星團加油 我們再會